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 近期愛用品跟地雷 我好像又好幾個月沒有發愛用品了 去年我應該有說過 就是我計畫是每兩個月要發一些愛用品嘛 那差不多頭幾個月我真的都有做到 結果後面又又又失守了 又沒有履行我的承諾 結果我覺得 我現在對這次感到非常非常無力 就是我每次都一直說我想做什麼 到最後常常很多都沒有做 就我常常會拍影片的時候拍一拍 突然想到我還什麼影片可以做 我之後再做什麼什麼影片給你們看 那因為我自己本身個性 真的就是突然想到什麼 我就會講出來 我就是腦跟嘴是直接連成一條線的 我就會直接把它講出來 但我沒有去估算到時間啊 整個拍攝跟製作的流程啊 還有依照我的生活 我可以挪多少時間 這些東西到底能不能夠確實的執行 這些我都沒有考慮到 我就直接說我要做什麼 結果常常就變成說是 好像承諾要做什麼 卻到最後又沒有做出來 就變成我在說謊 我是一個不中然諾的女人 我常常食言而肥 這不是我願意的 我真的要改掉我這個習慣 我以後講話真的是要三思 不可以每次想到什麼 就在那邊亂講一通 希望你們不要覺得我就是一個 故意要不守信用啊什麼的 我真的不是這樣 我現在就對這一方面感到無力感很重 因為我真的 我知道我還欠很多影片 我很想做 好我只能期望真的在未來的某一天 我能夠把我說過的這一些影片 全部做出來 希望有夢最美 好我今天廢話太多了 那愛用品跟地雷嗎 我們好先聽好消息 我們先從愛用品開始 好第一個呢是 Pelipela的睫毛膏 認明一下它的外包裝 因為它有改版過 我買的是這一款 這一個呢我覺得跟我最愛用的那個 Etude House比起來 有稍微比較弱一點 就是它的後捲翹效果沒有那麼好 但是呢這個擦起來是更濃密 然後我特別喜歡的一點是它比較好卸 因為Etude House那個真的非常難卸 你就一定還要用睫毛膏卸除液啊 什麼的就比較麻煩 但這一個啊我是直接用卸妝油 就可以把它全部卸掉 所以Pelipela這一支啊我覺得 在好卸方面整個是大大大加分 所以如果我是沒有要怎麼妝容特別特別超級完整的日子啊 我覺得用這個就夠了 不過這個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可能對很多人來講不是小缺點 就是這個它比較容易糾結 我現在給你們看我現在就是用這個 就是它的濃密效果超級好嘛 可是呢就很容易說 把睫毛三根並兩根 就是你在刷的時候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再來第二個是Cat Von D的Shading Light眼影盤 那這個眼影盤呢我的用法其實是把它當成全臉的陰影調整盤 之前有拍過一支影片有用這個 我會把影片連結放在這邊 那陰影調整的部分呢 我會用這一個修容鼻影 然後這幾個顏色比較深的 我就是看心情亂戳 來畫髮際線啊什麼的 然後像這一些顏色 這邊三個還有這邊三個 都很適合拿來做眼影的輪廓 或是你要直接用這個完成眼狀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然後這種淺米膚色啊 它很好用的地方是像如果你畫完眼妝 會覺得我邊邊好像沒有暈染得很乾淨 或是我怎麼眼妝有界線感 你就可以用這種暈染刷沾這個淺米膚色 然後呢大致是從眉骨這邊開始這樣子 這樣子暈下來 它就可以把你這個可能暈染得有點髒髒不乾淨的那種眼妝啊 把它修整得很漂亮 所以這一格是超級實用的 然後這一個膚橘色啊 我是覺得它當腮紅很可愛 就有點蜜桃橘的感覺 所以這一盤啊對我來講真的超級實用 就每一個顏色都用得到 而且還全臉都可以用 所以這個我是上次那個開箱影片用了之後啊 我每一天化妝都會用它 而且這一盤的粉質啊非常棒 超級好暈染 然後它的那個顯色度我覺得拿捏得超級剛好 就是不管你是要拿來做修容鼻影 或是眼影眼臥輪廓任何一個地方啊 它都可以是一個很完美的呈現 不會說一個不小心就暈染得髒髒的 或是一個不小心你修容就變成烙腮糊什麼 我覺得不會 這一盤真的是我找不到它的缺點 完全找不到缺點 所以這個超級推薦 而且包裝也漂亮 有沒有 喔 CAP ON D的東西都包裝真的超級漂亮 唯一的缺點 它那個CAP ON D它是一個人嘛 就這個人比較多那些奇奇怪怪的負面新聞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買東西會看品牌創辦人啊 或是品牌相關人的人品的那種個性的話 這個你可能就要自己去Google一下CAP ON D這個人 他有關的這些留言你能不能接受 再買這個品牌 但如果你不care 你就只想要買一個好用的東西的話 這個真的是完全沒話說的好用 再來是BECCA前陣子新推出的一個臉部彩盤吧 這盤很漂亮 它們這種造型的臉部彩盤 去年有出位盤 那個我覺得不好用 那個我覺得它就是腮紅也不腮紅 打亮也不打亮 然後修容顏色也沒有很好看 但是新的這一盤啊 你們看一下打亮喔 它的打亮是一個剛剛好的香檳色 你看 是有亮度的 因為像去年那一盤就刷起來就欸欸沒有東西 可是這一個啊 它是一個剛剛好的亮度 像我今天臉頰上就是這樣子 算是偏低調可是看得到 然後粉非常細緻 就BECCA的打亮就粉很細緻 也不太會顯肌膚紋理 再來就是它不會有什麼亮片顆粒感 然後裡面的腮紅啊 我覺得超級適合夏天 它就是一個珠光 這種珊瑚蜜桃色 你看超級夏天的 我今天腮紅是用這個 可是我淡淡的刷 所以可能你會覺得顏色沒有很重 但我覺得夏天 就是需要一個這種珊瑚色的啊 但這個腮紅是有珠光的喔 所以如果你這邊 眼下這個三角區域 有毛孔粗大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 上在邊邊一點比較好 不然可能會有一點點顯毛孔 但也還好 因為它的珠光真的非常的細緻 所以我用是不太會顯毛孔 但如果你本身毛孔粗大的話 這個就是會有顯毛孔的疑慮 你要把這個列入考慮範圍 再來呢 修容這個顏色我覺得也很棒耶 雖然說它這應該不算是修容 算是古銅粉吧 可是啊 它的顏色就是調的還蠻剛好 是有一點點偏黃掉的這種古銅粉 可是它不會太橘也不會太紅 所以上在像我們亞洲人就是偏黃掉的幾乎上 也蠻自然的 像我今天臉部側邊的陰影 我是用這一個 這一個打的 我覺得效果很好 不會說看起來髒髒的 或是很突兀 有一塊東西在這邊 它可以暈染的跟我的膚色色調融合得很好 再來這一盤唯一一個缺點 唯一一個我覺得不需要存在於這一盤裡面 就是這一格 這一格呢 它也是腮紅 可是它的顏色你們看一下 它這兩格腮紅的顏色啊 差異不大 所以就是我覺得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這兩格他們根本就重複了 其他我覺得這一盤我是找不到缺點的 而且它粉質啊還有整個好暈染的程度跟貼膚的程度都非常非常好 而且包裝也很漂亮 不過包裝會沾指紋喔 這種滑面的就是指紋收集器嘛 如果你很介意的話 就可能會受到很生氣 你看這上面完全都是指紋 再來是JUEL的六色 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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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在打開一瞬間這個就掉了耶 這發生什麼事 啊為什麼會這樣 好啦 我又不是要說愛用品嗎 就是它馬上變地雷耶 為什麼會這樣 好 好 不介紹了 不推薦了 我生氣了 剛剛是JUEL這個腮紅盤 一打開腮紅直接 直接自己自殺捏 我前面這邊這個箱子啊 就裝我今天要分享的東西 現在就 有這個腮紅就這樣掉到裡面了啦 喔 它直接變地雷 生氣 我真的生氣 好 再來是MAKE UP FOREVER 長得像指甲油的唇彩 你看一下喔 它是唇彩 那我特別喜歡這一個色號 402 它是我心目中的萬能百搭咬唇色 你只要任何的淺色唇彩 塗滿整個嘴巴 當作底色 接著呢 再用這個 我現在直接示範給你們看了 這樣這個 點在嘴巴的中央 然後再開開 它跟什麼樣子的色系都搭得起來耶 不管是我現在這個 有點螢光的極色阿 或是乾燥的玫瑰色阿 或是裸粉色阿 或是 偏紫的桃紅色阿 都可以搭 它就是一個萬用的咬唇中間色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個 適合拿來跟別人疊擦 當咬唇中間的顏色阿 這個真的超棒的 而且我覺得像這種顏色阿 它就是可以拯救一些很詭異的唇彩 像那個死亡芭比粉阿 或是太子阿 太裸的那些唇彩 你都可以中間再點上一點這個 然後做咬唇 就可以解救那些 很地雷的唇彩顏色 再來是 Visa的眼影蜜 我特別喜歡色號這個005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用眼影蜜 當作是眼影第一層的底色 你們看一下這個 喔它這個色澤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它不會容易脫妝 因為像眼影霜阿 眼影蜜眼影棒這種東西 最大的缺點就是 可能會容易積線 容易脫妝 就是你早上擦上眼影之後 可能中午吃完飯之後 眼影就不見 這個不會 它的持久力還蠻好的 然後很貼膚 就眼影蜜這類的東西 它一定都很貼膚 再來是它也不會容易脫妝 然後它不會有那種 很粗糙的大亮片顆粒感 再來呢它的色調非常非常剛好 它就是帶有一點點那種 粉的蜜桃色 以我們亞洲人的肌膚色調來說 這個完全就是一個完美的眼皮打底色 只要用這個顏色阿 當成是整個眼窩的第一層打底色 然後之後你可能眼尾阿 或是睫毛根部眼折裡面再上一點咖啡色 就是一個很基本自然 但是又是很清新透明感的眼妝 而且它的這個海綿頭阿 非常的好用 你看一下海綿頭的形狀 就是它可以這樣子比較細的畫出 你可能想要畫眼折裡面 也可以這樣子比較寬的 就是大範圍的眼窩 還有整個眼皮打底 這個棉棒它就是形狀跟整個觸感阿 還有它沾取產品的能力都非常的好 然後呢它用起來會有一點涼涼的感覺 就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特別加什麼涼感成分 還是像這種濕潤的眼部產品 可能用起來就涼涼的感覺 反正就是它拍在眼皮上 會有那個一點點微微涼涼的觸感 用起來非常的舒服 可是不會說像那種什麼加薄荷的 可能會有一點刺激感 這個不會 它就是涼涼的很舒服 但完全沒有刺激感 而且我覺得專櫃的可能眼影蜜阿 眼影霜的產品很多 但是開架這一類產品是比較少的 那目前為止我覺得這個算是 開架裡面我找到非常非常好用的 好再來呢是一個非常非常便宜的保養品 就常常會有人問我說 有沒有什麼平價的保養商品推薦 有啦現在有了 這是澳洲的品牌叫做Black Morse 它基本上是出那種營養品的嘛 就是出什麼維他命之類的那種品牌 那它有出一個這個維他命E霜 我那時候在Costco看到 它是一大片裡面有6條還5條 然後才1200 6條還5條這麼大條的東西才1200 我看了就很好奇然後買 買回來之後我就搜尋一下發現 欸原來這東西它本來就非常的有名 它是那個什麼 范冰冰愛用的冰冰霜 然後質地是這樣子 比較有稠度的乳霜 可是它抹開來呢不會黏膩 這個呢我覺得它沒有什麼神奇的效果 可是它有保濕效果 我非常喜歡用它在妝前 就是它用在妝前呢會讓你的皮膚保濕度增加 然後底妝比較服貼 而且呢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比較不會是那種太濕潤的 因為像有的乳霜或者乳液啊 你擦起來太濕潤 就是整個會有那個很油油亮亮的感覺 你後面的妝可能就會不貼妝 會有點底妝跟保養品打架的感覺嘛 但是這個因為它本身質地 抹起來不會是那種很濕的 所以它非常適合當作是妝前的打底保養品 那如果你再找一個比較平價 可以適合搭配放在妝前的保養品啊 這個我超級推薦 而且它的保濕度就是 我覺得還滿剛好的 它不會說太油膩太滋潤 因為有的那種太油膩太滋潤的 你再加上底妝會有那個厚度 你可能一天下來就會悶出痘痘啊 粉刺什麼的 但因為它的這個滋潤度是剛剛好 所以我覺得除非你是很油的肌膚 不然我覺得應該是都適合用這個的 好 再來還是保養品 其實也很多人一直問我說 有推薦什麼眼霜 那我之前都沒有回復 是因為我的眼霜比較沒有說 固定用哪一個牌子 我會換來換去 而且我現在在用的眼霜都比較高單價 那我覺得沒有說它有表現值得到推薦 所以我之前都沒有回復你們 那我後來前陣子就整理東西 發現我自己之前一個很常很常用的眼霜 AHAVA的 它的價格呢買起來應該是一千多吧 但是它的保濕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它的質地是屬於比較輕的乳霜 你看喔 是這種質地非常非常輕盈的 基本上啊你第一次打開這個 你用會覺得說 欸這個真的有很滋潤很保濕嗎 因為它質地太輕了會讓你懷疑 但你實際用了之後發現 欸它保濕度真的非常的好 這個是我從大概三年前就開始愛用的東西吧 愛用了大概兩罐之後我就忘了它 最近又把它挖出來用啊 就重新發現它的好 就這一個的保濕度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讓你的眼下不會有任何負擔的感覺 尤其是像上妝之前啊 我很討論那種很厚重 然後很油膩不會吸收的那種眼霜 但這一個啊它的保濕度 絕對不輸給那種很厚重的 可是呢它卻非常非常好吸收 你看我剛剛我在這邊嘛 它已經表面沒有殘留東西的感覺了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它不管是晚上的眼部保 或是當成妝前的眼部保 都非常非常的合適 如果你在找一個比較 這算平價嗎 就沒有那麼貴 應該算是大眾負擔得起的價錢 但是保濕啊滋潤效果好的眼霜 你可以試試看阿哈把這一個 好 愛用品都結束了 再來是delay 首先呢 我前面那個有一集閒聊 試用新品的化妝 不是到最後在黏假睫毛的時候 黏得非常非常生氣嗎 就是這個睫毛膠 就是這個請證明外包裝 我那時候第一次用的時候 覺得天啊這東西太難用了啦 難用到我一定要把外包裝留下來 警告你們 這個這個 這個牌子的其他睫毛膠 是好用的喔 但是這一個包裝的版本 不好用 就是它上面圖案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訴求你可以很完整的 把那個膠撕下來嘛 我那時候看到想說 哇好棒喔 這可以這樣方便撕下來 因為假睫毛你上面那個膠 常常會就沒辦法清乾淨 但這個看起來就超棒的嘛 然後加上這個牌子的睫毛膠 我本來就愛用 本來就覺得這個東西很好用 所以我以為它會跟其他版本的一樣黏 結果沒想到這個超級不黏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這次影片有多麼生氣 就是黏了左眼之後 我要再黏右眼 右眼黏好之後呢 左眼就翹起來了 而且還翹了不止一次 反正這個我覺得它的黏性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弱 就是常常會你如果用這個啊 可能走出去吹個風它就會掀起來吧 所以這個我真的超級超級不推 可是這個牌子的其他款式 假睫毛膠 我自己是還蠻推薦的 再來 Hourglass 這個粉底液 是我目前用過Hourglass裡面最難用的東西 擦起來就是很不貼妝 一樣也是那一支影片 我那支影片真的是踩到很多雷 就這個底妝很討厭的一點是啊 它訴求是遮瑕度非常非常高嘛 可是如果你按照他們要求的正常用料 就可能全臉半下 你按照那個用量遮瑕度是有 可是它會非常非常的不貼妝 那我試過就是你要去把它推的真的 很薄很薄很薄 它才會服貼 可是你推到很薄很薄很薄之後呢 遮瑕度就會不見 所以這個東西 你就是要嘛忍受它的不貼妝 得到遮瑕度 要嘛你就是要沒有遮瑕度 但是能貼妝 所以就... 就...那...那...那...我要這個幹嘛 我到底要這個幹嘛 所以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不推...不推... 這是Hourglass讓我最失望的產品 再來是Maybelline新出的五四刀 欸這沒有到新出啊 但也出兩個月以上了 就是我很喜歡這樣子扁扁頭的眉筆啊 就我覺得它 畫眉頭的毛流跟拉眉尾 眉封的那個角度都很棒 但這一支眉筆它唯一棒的地方 就是眉筆的形狀 其他都不棒 就是... 它很奇怪 畫不出東西 畫不出來 畫不出來 好 在手上畫不出來我不怪它 因為眉筆這東西 它常常是要畫在臉上 碰到臉部的油脂呢 它才會顯色 但是這個 來你們看一下 它上面這個 使用痕跡 很明顯我真的有 嘗試著要給它機會 就我試了幾次想要把它畫到眉毛上 發現... 一樣畫不上去啊 就是它的顯色會不均勻 就你可能這一筆畫得出來 然後下一筆又畫不出來 或是顏色會黏在一起 就有一些眉筆它顯色度不好的時候 你就得要一直一直一直重複畫嘛 到最後就會變成一坨顏色 很詭異 像沾了黏土的一坨顏色在那邊 這一支 maybe就會這樣 但是我有上網 爬紋 我看到有一些人 它的使用感想是跟我一樣 覺得 上色不均勻啊 不顯色 可是也有一些人覺得說 很好畫很顯色 我不知道是它可能 製成平管不好還是怎樣 但反正這一個呢 我覺得就 嗯 依照我用到的啊 就是它的顯色度真的是 很微妙 我把我的眉尾塗掉喔 然後畫給你們看喔 好眉尾抹掉 我現在再用這個補給你們看 你們看到了嗎 你們看到了嗎 我很努力要畫顏色上來 可是 就沒有啊 就沒有啊 你們看到顏色有多淡嗎 我已經畫了這麼多筆了耶 是不是 這真的是 很莫名其妙的一支眉筆 這超級奇怪的啦 它顏色好淡喔 那因為我有拿到很多色號 不是色號不適合的問題喔 是它其他色號也這樣 就 好 所以我覺得買這支眉筆啊 看人品 如果你人品好的話 你就會買到很好用的 但如果你像我一樣的話 就會買到不好用的 人品檢測機耶 這個眉筆 好 再來呢 是Beauty Blender的噴霧 這個一樣 在那個 試用新品閒聊的影片有出現 我後來有再試用過啊 它不是定妝噴霧 它是毀妝噴霧 因為它油份實在太重了 然後就會讓你那個妝 這樣整個有點 溶掉 就像泥土被澆了水的感覺 所以這個我覺得 它不算雷 因為它的那個 增加光澤的效果真的很好 只是 以我膚質來講 我還沒有那麼適合吧 可能你要大乾肌 就是聚乾 極乾的那種 完全沙漠劑的話 可能可以試試看這個 但一般膚質 我是不建議 因為它的油份真的 非常非常非常高 就是 你全臉都已經化完妝 化得漂漂亮亮亮之後 再噴上一層油 它完全不會定妝啊 它真的完全不會定妝 好 再來呢 是Canmake的 國王的遮瑕膏 這個東西真的是 莫名其妙 真的莫名其妙 我現在畫到手上喔 你們看一下 我這樣第一筆畫過 你不覺得就已經是 這 這真的遮瑕膏嗎 它的這個顯色度啊 是適敵乳欸 你看你看 你看塗開來 它是適敵乳的顯色度 我再這樣稍微抹一抹 欸就完全沒東西了耶 它就是 連眼下簡單的提亮都辦不到 所以這個 因為它的產品名稱叫做 Highlight and Retouch Concealer 它是把自己 歸類在concealer 這一個項目裡面 可是 這樣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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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Canmake 這個真的超級雷的 好 以上就是 近期的 愛用品跟地雷分享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也希望我自己能夠 以後有固定的頻率 更新我的愛用品 那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喔 掰掰